马六甲州议会正式解散 我国即将迎来第14届大选后的第二场周选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东方快讯Live 我是明燕 马六甲州议会正式解散 我国即将迎来第14届大选后的第二场周选 马六甲州议长拿杜斯里·阿都拉乌 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马六甲州元首敦·莫哈·莫阿里 已经同意解散贾州议会 他在记者会上移交解散州议会核准信函 与甲州选举委员会主席鲁·罗汉 那根据选举法令 州议会解散后需要在60天内举行选举 阿都拉乌表示 甲州选举日期将交由选委会决定和做出宣布 因此目前由苏莱曼领导的政府 将以看守政府的角色继续管理甲州 直到州选为止 对于甲州政局动荡 首相拿都斯里·斯迈莎比里说 他了解人民的忧虑 如果甲州举行州选举 新冠病毒恐怕会蔓延开来 但如果真的非要进行州选举 他也表示 选举委员会也将执行严谨的标准作为程序 另一方面 前首相夫人拿丁·斯里·罗斯玛 提出暂缓沙拉1月369间 乡村学校太阳能计划贪污案审讯的申请 昨天遭上述停泊回 因此罗斯玛今天需出庭自便 罗斯玛称在太阳能计划贪污案上 涉嫌贪污的是他的前特别助理 李扎曼书 而不是他 他也强烈否认对他提出的所有指控 他声称自己才是应该作证的一方 罗斯玛还说 据称李扎曼书是自愿向日拔控股索取贿赂 但却将责任归咎于他 他还称李扎曼书作为控方证人 在法庭上提供的不准确证词 还诽谤及抹黑了他作为前首相夫人的名声和信誉 林冠英在9月30日的国会下议院问答环节时 再次要求恢复沿海贸易政策豁免权 以保障马来西亚利益 以免错失国外科技巨头投资和建设 而魏家祥当时在向林冠英解释都没有结果后 基于国会的问答环节时间有限 因此向林冠英发出挑战辩论此课题 林冠英今天在国会会议上 又再次向下议院议长拿督阿兹哈哈伦 询问有关辩论详情 因为至今都毫无进展 议长也表示自己会跟进此事并询问部长 一位集团首席执行员董事经理 拿督尤瑞庆于今天凌晨在一座高级公寓坠楼身亡 得年53岁 根据新报报道 反弹会今早接获尤瑞庆的死讯后感到震惊 并证实死者是槟城海底隧道贪污案的证人 曾被反弹会逮捕驻查 不过当时该集团在文告中也澄清 该集团并没有以任何刑事参与 遭反弹会调查的槟城海底隧道计划 目前警方尚在调查这起坠楼案 接着来跟进今天的疫情数据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新增8817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达229万4457宗 当中就有三个州属病例破迁 沙拉月依旧是确诊病例最多的州属 达1361宗 而雪兰儿病例回升报1348宗 接着是吉兰丹1063宗 卫生部长凯里表示 预计有715万人将接种第三剂疫苗和加强剂 疫苗供应委员会在考虑到国内外科学证据后 将按照优先顺序来提供剂量 那第三剂和加强剂的定义也有所不同 第三剂是指在完全接种疫苗后 由于身体系统未能建立足够保护而给予的剂量 这可能发生在免疫系统较弱或高风险 如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士 而加强剂主要是指在完成疫苗接种后 给予高风险人群追加保护 如医护人员60岁以上老年人等等 第三剂疫苗将给予免疫功能弱的人士 例如癌症患者进行器官移植等其他病患 同时第三剂疫苗注射时间必须在接种第二剂疫苗的至少28天后 另外第三剂疫苗类型与原来接种的疫苗必须相同 除非有任何的医学禁忌并由组织医生确定 而加强剂的注射时间必须是在接种第二剂疫苗后的至少6个月 疫苗类型取决于现有的疫苗供应 也就是同源疫苗或是亿源疫苗 卫生部长凯利也指出 大约86%的送院前已死亡病例 在送达医院进行尸检后才发现是感染了新冠肺炎 凯利说在导致送院前已死亡病例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与确诊者密切接触后 没有或是延迟就医 又或者是尽管出现了症状 但是没有进行治疗 另外也有患者没有提供完整准确的信息 导致难以联系到患者 造成患者在居家隔离时 健康状况在短时间内恶化导致死亡 因此卫生部采取了多项预防措施和改进 通过加强新冠评估中心和居家隔离的检测 全球最大社群平台面子书 Instagram和WhatsApp在昨晚约11点30分传出故障 相信大家昨晚也都特别早睡 或是误以为自己的手机或是WiFi坏了 那在经过7小时抢修 面子书今天早上约6点30分在推特发文表示 已经恢复正常 对于全球依赖面子书的用户和企业感到抱歉 但为说明当机原因 同时面子书创办人朱克伯格 今早也发文致歉因平台故障给用户们带来了不便 那昨晚的大当机 全球数千万用户都受到了影响 面子书股价4日收盘重挫4.89% 报每股大约326美元 从9月中来累计跌幅约15% 根据外媒报道 面子书创办人朱克伯格 个人财富在数小时内蒸发超过60亿美元 约250亿令吉 降至1216亿美元 这也让朱克伯格在蓬勃亿万富豪指数的排名掉至第五 所以可别小看几个小时的故障 带来的后果却是非常严重的 好的 今天的东方快讯live也来到了尾声 明天也请继续留守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晚安